今天咱们来看一看加州的新房是怎么样验房 新房通常不会用验房这个词 也就是不会用inspection 基本上会用两个词 一个是walkthrough 还有一个是orientation 大家好 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Chris Liu 新房的验房更像是宣讲会 同时挑一挑小毛 视频里的师傅他是开发商的工作人员 他会带着你看房子所有的地方 并且有交代来标记问题 同时拿了一个电脑 把发现的东西都给寄到电脑上 这个活就是一个特别细的活了 包括灯接口有没有电 开关好不好用 每个抽屉上面有没有划痕 打开的顺不顺 窗能不能开 这些他都在检查 他现在在介绍装互联网的接口 所有房子里的这种网线全都集中在里面 他还告诉你应该找谁来装 这个是洗衣房 左边是洗衣机 右边是烘干机 哪个口怎么连会出什么问题 都在这非常详细的给你减少 接下来就在这说纱窗的事 就是这个纱窗应该怎么开怎么换 说不能拉下面的要往上顶 这些都是一些小技巧了 说着说着就发现了问题了 然后就用这个红色的胶带给你标记出来了 你看这个小花痕 这些都是要修的 再看这个灶台 工作的非常的正常 就是这个地方碰了一个小凹痕 他整个的机器就会全部的换掉 今天一会就会换 房子里装的电器啊什么的 他都把这个说明书放到抽屉里面了 然后交房了以后就可以拿这些说明书看 还有一些小的零件 比如说这个打碎机的摇杆吧 然后来活动里面的电机的 如果堵了的话 你看他在这演示 这东西是怎么转的 这个师傅呢 在底下找了半天 才找着那个口 你看现在在这转呢 接着呢就轮到检查这个橱柜了 胶带又拿出来了 开始发现花痕就往上贴 都弄完了以后就来车库 首先呢 看这电箱里面缺不缺开关 每个开关标的对不对 这个都是要检查的 在这呢跟我讲说 如果哪个地方发现什么样的情况 应该奔哪个开关 这个车库的地下呢 有一个下水道的口 如果堵了的话 设备就可以从这里伸进去 然后把它通掉 这个还是都挺方便的 然后墙的周围也有这种口 这里呢是介绍消防系统 还有消防灵 OK It's mechanical It's all mechanical 这旁边白的呢 就是个热水器 然后它在介绍这些水阀啊 气阀啊都在哪里 然后那个蓝的那个棍呢 是全屋的这种绿水的系统 这里面的绿芯呢 一年大概换一次 然后网上都可以买 这都很便宜的 整个过程呢 都检查的和讲的都挺详细的 而且呢还能增长知识 你喜欢这种宴房的方式吗 欢迎留言 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Chris Liu 感谢您的关注 下次咱们接着聊